那我們再來看一下Adivant的影片剪接的部分 我剛才講呢 版面的編排很簡單 對不對 那剪接真的也不難 尤其是如果你曾經用過像威力導演的 你會發現哇!看起來更有熟悉感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 我的視訊在這裡 視訊在這邊 那麼我現在呢 第一件事情我會建議大家 因為有時候影片你會錄得比較長 基本上我平常會比較建議大家就是 Adivant它並不算一個標準的剪接軟體 所以以我們做教材來講 它比較適合你一段大概五到十分鐘 或十幾分鐘這樣的影片 你真的太長了 我就不鼓勵你用這個來剪接 因為它畢竟不是做那個影片剪接為主 它也沒有太多特效 但是基本功能開用 好!那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麻煩大家 因為你進來的時候 有時候影片很長 你可以來這邊 這個 這裡 有時間走的放大縮小 我會先按一下最左邊這個 也就是讓我的影片 自動縮放到我的可視範圍裡面來 這樣我就不用在下面拉那個喇叭 所以我會在第一個把它按一下 好!按一下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你就比較清楚你的影片 總時間是多長 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好!在最右邊這裡 好!第二個 你在我們的時間軸上面 任你一個位置 按一下 就會出現這一根 這個就是有用過 威力導演就會有點熟悉的 威力導演也有這個 就是它除了一個大哥以外 有沒有大的指標 旁邊還有兩個小弟在左右服侍它 因為這兩顆小的方塊就是用來什麼 做選取影片範圍用的 不管你是往左邊或往右邊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需要選取範圍 我就會用這個去做一個選取範圍動作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剪接影片會有時候有多路的 對不對 這個呢 我就來選一下 以我們現在這段影片來說 我前面這一段 我們剛好回滾那一段是不是多的 我就按住這裡 你看我按住這個 後面這個橘色 右手邊一拉 你看手很大就是有這個好處 你看得很清楚嗎 對不對 我就拉拉拉 拉到 我正式開始講 這裡 好!這裡是我正式開始了 我的畫面上已經變了 好!那所以呢 你有一個範圍之後 我們上面這裡有沒有一個垃圾桶 就可以亮起來了 上面這邊 有沒有! 你有選取範圍上面這一段 才會亮起來 我就把它按一下 這樣我前面是不是不OK就去掉了 好!一樣的我拉到後面去 拉到我們最後面 好!到這裡 欸!這裡已經結束了 所以我一樣按著一拉 選好了 再回到這邊 哪個垃圾桶按一下 我後面也剪掉了 中間也是一樣 那麼這裡有一個地方 您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 萬一你選取的範圍選錯了 你要取消怎麼辦 除了再把它拉回來 是一種方法 那麼最快的方式 就是找大哥 呼叫一下小弟 咚咚咚 有沒有回來了 你只要在這個 大的這個指標上面按兩下 它跑去外面的這個指標 小的指標就會回來 好!像我這邊 我這裡拉開 我在這個上面 咚咚咚 有沒有回來了 這樣就回來好 所以你不用說 我再重新拉一次 不用那麼麻煩 這樣我就可以把我的 前面 跟後面 不OK的地方 就去掉 這樣 有沒有問題 這是第一個 就是去 去頭去尾 再來 我們在錄製影片的過程 有沒有可能赤螺絲 我沒辦法你赤螺絲 就是在錄廣播的時候 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們錄 視訊畫面也是一樣 或者你有可能動作錯的 也有可能是畫面錯 也有可能是講錯 那你把它剪掉之後 要不要補錄進來 要 那你要怎麼補錄會比較好 我跟各位講 很認真 慎重的跟你講 你重新錄一次 剛剛錯的地方不會錯 會錯在別的地方 真的 就很討厭 因為我們不是機器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你特別注意這邊 結果這邊沒錯 就出肉在別的地方 所以 如果你要這樣 全部都錄 雖然是一個方式 但是我會建議 你就錄局部就好 錄局部就好 那怎麼錄局部 你要學會這個功能 假設 我現在 假設我現在呢 我發現中間這段 我剛有錄錯 或者我少錄一段 我要插錄一段的話 你要用這個功能 你把你的指標 就移到這個位置 我先把它移準一點 我在這裡 你看下面是我們時間的聲音 對不對 我先提一下好了 如果萬一你錄下來 聲音比較小聲怎麼辦 如果你覺得比較小聲 你點到它之後 有沒有發現上面有個喇叭 在這裡 就可以在這邊調整大小聲 比如說我覺得 我這樣太大聲 我再拉低一點 拉完之後呢 請你在旁邊按一下 它才會生效 就是指標上面 調整完了 在旁邊點一下 有沒有它就縮小了 那個音量的部分 因為每一個那個 麥克風收音的大小聲不一樣 第二個 如果你覺得你需要快轉或慢轉 這裡有這裡 這邊 還記得你剛剛有看到 我那個幕後花絮嗎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人 就是影片的速度 如果你覺得中間段過程不太重要 你需要快轉 你就可以用這個 有沒有 好 那預設是200 就是兩倍的速度 但是要記得一些 速度變快 會有兩種情形 播放的時間會變短 第二個 聲音會變什麼 它腦癢 會像這樣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這個我稍微補充 好 那我現在指標移到這邊來 我們回到剛剛那個主題 就是說 你今天 我這裡就不小心漏獎了一段 那我現在要怎麼補 你只要把指標移過來之後 在這裡 第一個動作把指標移過來 第二個動作有沒有看到 後面有一個西西 後面這邊 有一個這個 這個西西的後面有一個這個 這個叫做切割換等邊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 PowerPoint的優點就顯示出來了 也就是說 我在這裡 把我現在的影片 把它切斷 把它切斷 那您看一下 待會呢您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左手邊這個 投影片的區域 我把它切斷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這邊 已經變成兩段投影片了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補錄一段 或者你要插入其他的內容做說明 各位老師同學 我這樣一拉上來 請問 有沒有就可以在這邊 這個播完 換播這個 是不是在播這個 這樣我們要補充資料 沒有變簡單 你不用全部都重錄嘛 你全部都重錄 真的有時候 出錯會在別的地方 所以我局部的 我就用這樣處理 是不是就比較快 那麼待會呢 我們影片輸出的時候 他就照著我們這個投影片的順序 由上往下 這樣做輸出 變成一段影片 這樣就變得比較簡單 這樣您大概了解意思齁 所以其實 真的 用它做其實還蠻快的 我一般如果在學校 我不會用這種方式做 因為我在學校都是錄集師的 可是如果我是寫 類似像部落格文章 再加影片的話 就比較能吃火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 再簡單處理一下